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欧罗尔也不例外 龙绝对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生物啊 没有质疑 特别在动画当中 首次出现的白金龙王更是能和夏提亚交战 甚至逼到夏提亚全副武装 那白金龙王我们下回再说 这回我们先说一下原文中白金龙王提到的加里屯长岸龙王 长岸龙王的第一次出现 或者应该说第一次被提到 应该是在第七件目见 白金龙王某次对话中 不过也仅仅是提到名字 并没有太多详细的资料 所以也没有办法当作参考资料 直到第二次提及 这一回就和上次完全不同了 这回长岸直接出现在overroad剧场版附赠的场刊中 王山更是亲自对一世界龙王进行了介绍 可以说是作者直接就亲定了的信息了 可信度是非常之高的 那王山在上面写到的内容数据我大概翻译一下就是 长岸龙王在300年前便把玩家杀了 拥有世界道具20之一的 这获独创的始源魔法相当的强大 攻防也相当的完美 可惜他的天敌是加提亚 但除此之外对上别的阶层守护者 可以说是优势对战 胜率相当高 不容跟他一对一决斗 除非出动高大康 这里还引出了另外一个重点 高大康 由此可见长岸龙王的战斗力绝对是毋庸置疑的强 更是可以说是已知情报中最强的一世界战斗力都不为过的程度 也是安兹将来要面对的最强的敌人之一 那关于长岸的描述有三点 拥有世界道具并且还是20这种破格的地方 我们先不说 毕竟世界道具对上世界道具最终只会相互失效 我们先说一下长岸拥有始源魔法的情况下 哪都过除了下提亚以外的所有守护者 大分目的守护者 不仅是白基的超强MPC 更是在装备能力上都是精挑戏选择存在 哪怕是安兹对上胜率都不敢说太高 那胜过这些守护者 从这一点来推算的话 长岸的等级放在YGG中可能也是白基 再不计也有90G以上 毕竟只有七八十级 这个差距就过于大了 要弥补这二三十级的情况 还要打得过守护者 这个始源魔法就真的太过为bug 不过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毕竟世界道具的二十都出现了 长岸的始源魔法有多强 现在来看还是没办法做正确的判断 那另外一点就是长岸曾经把创业过来的玩家全部屠杀完 这里是用始源魔法还是用二十数据没办法做太详细的判断 不过应该是始源魔法 因为二十是用过一次就会消失的 除非用完之后长岸龙王又找到了这个二十 另外关于这个二十的信息几乎是为零的 不说效果连名字都是位置 只能等完三以后把设定吐出来再说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长岸病大不过夏提亚和高康大 这一点可以看得出长岸的天敌应该是类似于吸血鬼牙不死族之类的死物 所以安兹对上长岸的话胜面应该是非常高的 当然反之始源魔法最生物的刹伤力就非常高了 按照这几点来看的话 在仪式情报里长岸很有可能是个大本木 威胁最大的龙王 甚至是一世界的最强页说不定 毕竟王山给长岸写的设定实在是非常的强啊 不过具体如何还是得等王山自己来停工了 他除了长岸还有白金龙王和绝死绝命这两个是有些许说明的 下一期就给大家补上 那这集的内容大概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还望点赞收藏 分享本视频 特别是收藏啊 这些都是数据我持续更新的动力 没关注的点加关注 这里是数据库 我们下期视频见